大家好 我是紙杯大叔林一峰 我們今天來談一個喝酒的液晶掛 沒有人要看液晶啦 真的啊 好吧 那我們來講一講威士忌會不會上癮 因為很多人問我這件事情 威士忌到底會不會上癮 我自己喝了威士忌30年 剛好以自己 以身世法 剛好跟他分享一下 我自己這過去30年來 我自己覺得威士忌讓我非常喜歡 特別是我自己說威士忌能夠帶給我們 就是眼耳鼻蛇身液身香味觸法的修行 所以在跟自己的身體的無感的接觸當中 我自己覺得威士忌的風味帶來給我非常多的感受 而且它刺激了我在思考世界的方式 然後讓我看世界更寬廣 可以站在更多元的角度立場來看事情 因為發現你光光從威士忌的價格 威士忌的風味 威士忌的產地 甚至像木桶的形式 蒸餾器的形式 你就可以用各種不同的角度來切入威士忌 而我們得到的東西通通都不一樣 我自己覺得我摺會於威士忌甚多 那它會不會讓我上癮 我應該沒有出現所謂的成癮症狀 這些年來我覺得我在威士忌所帶給我的生活 包括其實我都是用威士忌在跟別人交朋友的 前一陣子我剛好跟家人一起出去紐西蘭玩 這一次我們安排兩個禮拜旅行 我們特地安排了跟酒沒有任何關係的旅行 沒有葡萄酒沒有威士忌 我們就是到一個三光水色的地方 好好去徜徉天地之間美景 結果因為我把它PO到社群媒體上 就有些朋友就說林老師 紐西蘭有威士忌酒廠 你應該要去看一下 結果又不小心拜訪了兩家酒廠 認識了酒廠的老闆 他跟我談有關理念理想 我們可以不認識 我們可以從來沒有見過面 甚至我在去紐西蘭之前 那是我第一次去紐西蘭 我從來沒有聽過紐西蘭的威士忌 我們都可以聊天 聊到彼此如此深入的交心 這就是對我來說就是酒的魅力 威士忌的魅力 從未謀面的人卻因為威士忌的關係 我們卻認識了彼此 甚至可以深入的討論 你不管從工程上來說 風味上來說 甚至是從製酒的經營面來說 太多東西可以分享了 威士忌太有趣了 它層面之廣無以復加 我其實這30年來 我十分擔逆於這樣的情感當中 沒有所謂人們一般說喝酒成癮 因為對我個人而言 喝酒就是要多喝 不要喝多 我們要多方的去涉略各式各樣不同的威士忌 而不是要喝很多威士忌 你威士忌喝多了它就變成了酒精 它不是美味 我們都知道自古以來 我們所讀到的一些文人末世 每一個人都喝酒 甚至喝酒了之後 讓他們釋放了自己的情感 他們更真實地面對自己 能夠做出傳世的詩 所以在沒有酒的狀況之下 多半這些過去美好的 這些詩詞歌賦 或許就消失在歷史當中了 所以這些美好有一部分是因為酒造成的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因為酒而發生了 所以我常說酒無罪 重點是人怎麼用它 我們不會因為有人開車撞傷了人 我們之後就禁止所有的人開車 每個人真的不行是吧 酒有它的美好 但邪惡的部分我相信是人在使用了它之後 人自己所造成的 我自己很欣賞兩位喝酒的文人 一位是近代的人叫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曾經寫過一本書叫 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 早期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幾乎把它所有的書都看過了 它呢就是寫著男生跟女生 談著那些若有事物的戀情 往往出現在酒吧裡面 聽著爵士樂喝著威士忌 大概在30年前我開酒吧 有一部分都是因為村上春樹所造成的呢 另外一位喝酒的是古人 我非常喜歡他就是李白 唐朝的李白 李白寫了一首勸酒詩啊 江敬酒 我非常喜歡那個 他其中的兩句話 就是我自己生命的座右鳴 古來聖賢皆寂寞 唯有贏者留其名 江敬酒裡面說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 喝酒到底會不會上癮 以我個人人體實驗了30年喔 喝酒基本上是大人的事情 每個人必須要為自己負責任 理性飲酒感性品酒 所以在身體上我沒有上癮 但是請趕上嗎 那最後我可以講一下液晶嗎 我最後用液晶做結 液晶總共有64掛 最後一個掛其實也是結論的掛 而每一個掛都有六個謠 最後一個謠其實也是做結的喔 所以我們看液晶的第64掛 未記掛的最後一謠呢 像是一個ending語喔 他說呢 上酒有福於飲酒無救 如其手有福失事 項曰飲酒如手亦不知結也 哇 2500年以前甚至是更古老的液晶 裡面竟然把飲酒寫進了他的掛謠詞裡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他是說呢 有節制的飲酒沒有問題無救 但是過量的飲酒有害身心健康 所以古人在2500年前早就理解了 理性飲酒感性品酒之必要性啊 再過幾個小時就要跨年倒數計時了 在這裡呢也用一杯威士忌呢 祝大家在2024年面對新時代的時候 我們擁有更寬闊的心胸來迎接新時代的靠近 不管是AI不管是電動車還是世界的所有的改變 我們擁有威士忌我們就擁有勇氣 哈哈哈 敬大家 3 2 1 開心新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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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